AudioJungle 看,特朗普的身体非常棒,特朗普爱心没病加盟体检费,回应可以退质疑,特朗普乘坐直升机飞旺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耗时三个小时接受了全面体检,杰克逊晚些时候告诉媒体记者,总统身体非常健康,我希望能在16日简报部分详细情况,白宫将确认哪些体检结果可以对外公开。 杰克逊预计将于16日就此回答媒体记者提问,由于特朗普多次在重要政策上传递前后矛盾的信息,此次体检之前,美国舆论对他的精神状况都有质疑,特朗普爱心没病加盟体检费,回应可以退质疑。 白宫方面此前回应称,此次体检不会包括对特朗普精神状况的评估,因为特朗普为人向来犀利,例行体检包括总统的身高、体重、血压和胆固穿水平。 去年9月,美国总统选举期间,特朗普的个人医生哈罗格伯恩斯坦,曾发表一封简短公开信,确认特朗普非常健康,他的身高体重指数为29.5,数超重。 美国总统并非必须接受体检,不过自现代起,历任美国总统均定期体检,并对外公布体检报告,确认他们胜任职务,特朗普爱心没病加盟体检费,回应可以退质疑。 弗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总统研究专家巴巴拉佩里说,总统提检过后,哪些内容能够对外公开,决定权在白宫,比如,前总统约翰F肯尼迪,就公开了其在战场受伤的情况,但没有说明其身受肾上腺皮质功能衰竭症困。